對對對 OK 剛剛是那個後輩喔 跟這個新稍微然後想 可以跟他一起去講 他說不會耶 其實就是結日 絕對一件事很重要的 然後可以跟他一起去 然後就是全新的 可以去享受全新的世界 來跟大家確定 難得是相随 完成了 這次我看起來很重 這次算是自己 全部都是自己砸起來的 對 所以 不能 有這麼驚人的數字 其實是因為我還沒有去統計 因為也是蠻多人在好奇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我還沒有去統計 所以 想說等到這些事情都告一個段落 再來算算看多少 所以現在有到這樣七位數嗎 有應該有 那有到八嗎 應該不會到八 八千萬 沒有沒有 那你戶頭還是七位數 哈哈 我要回去檢查一下 還是戶頭九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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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到抵押房子那種狀態嗎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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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理性追夢 理性製作音樂 是首歌都自己做 對 是首歌自己做 那應該很省的 我是去跟我欣賞的製作人 比方說像阿龍老師 冠龍老師 還有我之前一直合作很久的 楊君堯小曉老師 然後還有一些之前的 我的樂手們 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然後我想說 跟不同的製作人合作 會有不同的火花 這樣子 怎麼突然又會有這個勇氣 因為真的很久沒有發片 對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從有想要發片到現在完成 大概是兩個月的時間 應該是說 因為我之前的習慣都是 比方說有單曲 然後拍個影像 然後放到Youtube 然後跟大家分享 或是上數位 然後這所有的一切 其實都要感謝 王中平導演 對 中平導演 在去年 有一次突然跟我聊天 然後覺得他人非常非常好 我就跟他分享了一個我的創作 然後我就說 這是我最新的創作 然後他二話不說 就說 那沒關係我們用很小的成本 然後很小的預算 我來幫你拍MV 然後我覺得天啊太感動了 就是中平導演是一個我超級崇拜 然後超級尊敬的前輩 然後他願意這樣子幫助我 我真的覺得自己何德何能 然後我們確實就拍了裡面的 我的這整個專輯的第一首MV 叫做包括 然後拍完之後 我就覺得不能浪費中平導演的支持與鼓勵 所以就開始決定 想要再慢慢的寫一些創作 就這樣慢慢的累積累積 到之後也請了Birdy導演拍了MV 然後找了很優秀的演員來合作 所以我覺得不能浪費大家的 就是覺得他們的演出應該要 值得被更多人看見 所以我才覺得那不如我就 再寫幾首歌 然後想要把自己最近的心情記錄下來 最後發一張片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會不會有一定支持你嗎 喔他很支持 他一直都很支持我做音樂 可是因為其實 因為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毛病 就是我做事情 不喜歡讓人知道 就是我 我總覺得我如果先跟人家講這件事 就不會成真 所以他也是到那天有發新聞 他還知道我要發片 蛤 他從你在做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怎麼會不知道 我身邊的人都不知道 我爸媽我哥哥也不知道 然後 除非是只有 有在參與這個專輯的過程的人 才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他沒有生氣嗎 他不會 他知道我的個性就這樣 就有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我今天要出去做些閃工 開些閃會這樣子 然後他都不會過我 因為他知道我的怪癖 那你說疫情趨緩 不是應該要籌備婚禮嗎 結果突然再忙專輯 那他不會錯愕嗎 有一點 但是他還是很支持啦 因為他其實之前如果沒有在做音樂 或是他不知道進度的時候 他都會一直說你為什麼不做音樂 為什麼現在就是不發專輯不發單曲 不拍MV什麼幹嘛幹嘛 但我其實都有偷偷在進行 你有一首歌是寫給他們嗎 啊沒有 這次專輯裡面也沒有 因為這次都是比較偏 就是比較悲傷紀錄一些人生的經歷的事情 你們還在一起吧 還在一起 還在一起 計劃升級時候嗎 還是說已經等到 去年 去年等級了 去年等級 嗯 應該是隔了一年吧 就是因為 因為原本是想說前年辦婚禮 然後順便登記 嗯 然後後來是一直演一直演 然後是到了去年 因為去年 外婆後來身體 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就想說 想讓他看到 對 結婚了要看到 所以大概是幾月的時候 大概八 暑假那時候 你真的記得你的結婚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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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是同一個人 我們還是緊張了 七 七二四 Cheers 我剛剛在想這個slogan 一時想不到 Cheers 那是挑過 挑過這個日子嗎 還是 因為前年就原本想 我就想說 欸 Cheers好像很適合 就大家 就很好記 結果剛剛自己差點忘記了 是Cheers Cheers 對 那你是也沒有 你有分享嗎 就是公開 因為我們 登記的時候 沒有 因為我們就只有 就是想說登記 然後跟外婆說 這件事情 這是你們兩個人去登記 跟我爸媽 還有哥哥 還有哥哥 證人 證人就是爸媽媽 爸媽跟哥哥 五個人 你是怕要宣布這件事 又會出現 如果宣布的話 搞不好我就結不成 要偷偷 所以已經是當了一年的人妻了嗎 對 但是 就是沒有很沒有 沒有實質上的感受 為什麼 為什麼 就因為總覺得好像 不知道欸 生活沒有太大的 變化 而且因為我還蠻常回台南的 然後他 但他也很喜歡台南 他就是 後來慢慢的愛上台南 有時候他都會說 欸那我們要不要今天回台南 然後我們就會 欸好啊走 然後回去陪我爸媽 嗯 大媽這樣子 真的嗎 沒有 沒有 有啊再看看 對 可能之後再看看吧 我就好像 來得及嗎 我不知道欸 可能 先把專輯 趕完再看看 是有一種 越拖越久 越覺得哇好麻煩喔 就算了這種 這種心態 微微的 微微的 有一點這感覺 這不是太可惜了 是嗎 對啊 還是要婚禮 接受大家自主啊 我們因為前一天才會知道 對啊 他講了就辦不成了 而且你好朋友蠻多的 應該 紅包回收會蠻不錯的 對啊 我好朋友有很多嗎 你管現在那天包多少 我包多少 兩萬 對啊 對啊 他一定會兩萬過來 就五萬過來 對啊 對啊 然後你幫我check他 對啊 也很祝福他們 非常替他開心 非常非常開心 所以女生總會有期待的巧婚 真的 我覺得我可能跟一般女生不愛一樣 對 我覺得 小時候我很害怕長大 所以我都一直覺得如果真的結婚 然後搞不好哪天當媽媽 我就會覺得我好像就真的長大 可是我就是還是超級黏我爸媽的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都會很想陪在我爸媽身邊這樣子 所以妳說沒有太大的改變 是因為都一樣的生活 對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沒有要做飯 對啊 就是當媳婦 我不會做飯 我不會做飯 她應該也不敢吃我做的飯吧 我做菜很不行吧 有多地獄啊 所以跟公婆不會有問題 喔不會 因為沒有沒有住在一起 但是公婆也是非常好 人非常好 就是對我都很好 你做菜是連貓都不吃嗎 我做菜 我不知道 我 你沒有做那個 貓 我很少在 我頂多會切菜 會幫忙 會想幫忙切菜 可是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說看我切菜 感覺好像會切到手指 就好像就手法很不俐落 所以你都以為現在 說你現在還沒有要生小孩 就現在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但是之後搞不好 我不會來自公婆那邊的壓力 不會我覺得這一點都是他們 都是超開明的 真的很棒 老公也沒有跟你說 他想要小孩這樣 沒有特地去提到這件事情 那你有刻意避遇還是被遇之類的 沒有 都完全沒有刻意 都沒有刻意 也沒有刻意避遇 也沒有刻意避遇 也沒有刻意被遇之類的 就是對 因為我都在忙我的專輯 認真 什麼事都沒發生 什麼事都沒發生 蛤 多久 該做的事還是有做 他的沒發生是都沒有 還是有 下一題下一題 偶爾發生 所以就是有 下一題下一題 有生活但是沒有下一題 有沒有討論過就是比如說幾歲 有小孩 沒有 可是我知道女生的那個年紀本來 本來就蠻吃虧的 對啊 因為你現在已經發生 你有動人嗎 沒有 沒有 那你不怕你 你也沒有期待說幾歲以前要長嗎 對啊 不會 你這麼不想長大 我沒有把話說死啊 搞不好之後會生小孩或什麼事 還是你現在已經懷孕不能說 這倒沒有 這請放心 好 這個這個 千萬放心 你就有 沒有啦 我發誓我發誓 現在生出來的只有專輯 那你剛剛講的一個故事呢 是要分享故事 還有其他故事嗎 其他故事 喔我這首歌還有一個是 就是 就也是親戚他 疯的記憶 這首歌其實是在寫關於老人痴呆老年痴呆的 然後就是因為真的是身邊的親戚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然後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殘忍很殘忍的疾病 就是 那個取名叫疯的記憶就是因為他的記憶會一陣一陣的像風這樣吹過來 然後有時候可能記得 欸你是我的親人 可是有時候欸我都完全不知道是誰 然後明明在他家他就一直想回家 或是他一直停留在可能他需要養弟弟妹妹 所以他就一直惦記著 欸弟弟妹妹還在家等我回家吃飯 我現在要回家 可是他就是已經在他家了 只是我把這個也是寫成一首歌 然後還有包括這首歌當時也是想要寫給長輩 因為長輩眼睛跟腳都不太好 因為老了 然後還有一隻眼睛開刀然後就瞎掉了 反正就是就是一些很離奇的事情 然後我就很我就那個時候就就想說 啊如果可以把一隻眼睛給他 然後讓他再看一次這個世界 然後讓他再看看我的臉 然後或者是體驗一下這些 一些美好 或是我把我的雙腿給他 讓他可以再奔跑一次 再享受一下開車的感覺 或什麼的都好 然後就寫了包括這首歌 所以他後來開完然後是全嗎 就是一隻眼睛瞎掉 嗯 就是內心確實是會有 會有一些悸動 但是沒有到那種戲劇化的大哭這樣 我當然有一首歌 我就真的是寫的時候就是 哭的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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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哭 就是最後一首 呃 倒數第九首 睡吧睡吧那首歌 就那首歌是寫給我的貓的 嗯 對 你的貓 對 陪了我12年吧 12年 然後那個時候是 整個在2022年的尾聲 嗯 最後是他過世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天啊 這 這一切真的是太太不可思議的感受 就是因為經歷了 就是比方說這些事情之後 感覺他也走了 我就很難過 對 有時候講到會哭 但是現在今天不會 哈哈哈哈 他是治療還是 他是 他是剩發炎 嗯 真的很難救 對 真的很難救 發現的時候已經第四期了 陣子也就是蠻夠到 可能有點憂鬱的情況 嗯 是 確實是很悲傷 但是我自己的歌姓比較 不會一直往下陷在那種情況裡面 就是我自己蠻能調適的 還敢再養貓嗎 近期先不要 哈哈哈哈 因為台南還有兩隻啦 台南還有兩隻 小橘貓 我想把他帶回台北嗎 嗯 原來是爸媽在養貓 喔爸媽很喜歡他們 他們 就是超級喜歡他們的 他們 可是橘貓爸媽養貓很胖 是 他們兩個已經很胖 哈哈哈哈 他們兩個超胖 他們每天都要抱 抱他們兩個 對對對 然後吃飯的時候也要抱 然後睡覺的時候也要抱 怎麼樣都一定要抱著他們兩個 很疼他們 剛剛是發表有提到嗎 就是這張專輯比較沒有 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沒有快樂的 對對對 比較沒有 老公的話有看到這消息 他有給你一些安慰嗎 就是想說 欸為什麼你都是做一些 悲傷的歌 那我跟妳講 因為其實這些悲傷的經歷 他都有陪著我經歷 所以我相信他應該知道 這些歌在寫什麼 或是想表達什麼 因為他也蠻知識的 他沒有想說 原來妳都在寫這些歌 就是沒有陪 好像沒有陪在妳身邊 寫這些歌 有這樣覺得嗎 他 因為妳都偷偷的做 因為他也不是寫歌的人 那就是陪著妳 這時候在旁邊陪 那搞不好我壓力會太大寫不出來 不知道 我是喜歡一個人靜靜的彈鋼琴創作的路線 會不會沒有安全感 不會啊 因為妳都神神秘秘的 對我神秘秘 但是就是我都會跟他說 我就是去做散工 就不是去跟人家吃飯或是幹嘛的 就還好 我覺得他其實知道妳是工作 只是他不會問妳內人 對他不會問我內人 然後除非這個工作 比方說我曝光 或是這個活動曝光了 他才知道 喔原來是去做這個工作這樣子 你們相處很特別 那他也會跟你報備什麼事情 他 報備 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事情要報備 他出去也不會跟你說 他出去會跟我講 他會說我今天晚上跟朋友出去 我說OKOK 你不要查啊 蛤 我不會查他心情 不會查 但是我們是訊息是24小時 都會聯繫的那種 你應該是在旁邊吧 哈哈 哈哈 因為有時候比方說 他出去朋友聚會或什麼的話 我就會比較早睡 所以他就是 可能會 去往 就出去跟朋友 相處 為什麼你應該是有睡在一起 哈哈 他有時候會在門口發現他 蛤 就是 這可以講 是喝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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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一些酒 然後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這個要幫他剪掉 這個要幫他剪掉 這個 不會啊 就是有時候小櫥 對小櫥 小櫥 然後努力撐到家 但是就是好像到家了 又好像沒到 因為就在前櫃前面不行 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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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生氣嗎 我不會 我不會 你都不會生氣 我要覺得他會生氣 那你會拿個毯子蓋住 然後你就繼續回房睡 沒有我就拍張照 拍張照 對 回到家了 所以你們是不太會吵架 不太會吵架 嗯 五歲 還好啊 那他對婚禮的態度也是跟你一樣 就覺得 之後再說 還是他會比較著急 他是之前有在 因為他朋友 他朋友很多 哈哈 他叫他會收集 沒筆 沒有沒有 他就是喜歡熱鬧 喜歡跟大家一起聚會的感覺 所以他有比較 之前有討論 或是什麼形式 兩年前有討論到 但是因為後來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而且我們是每次只要一定好日期 疫情的高峰就來了 所以我現在在想說 是不是我訂了等一下 害大家疫情高峰 那你先不要好不好 怕影響大家行程 對 那你就不要啦 就是當天買雞排出去 或幹嘛 你說朋友也不約嗎 對啊 因為旅行就直接去 我們在做婚禮 現在 約婚禮 對 不知道 那你 那他不能辦 不會現在沒有疫情 對啊 還是可能會辦一辦 就忙完專輯就趕快辦一辦 因為這個 演藝學需要試試 對啊 真的嗎 你這樣就三喜啊 你就被 對啊 然後再去做個秘密 演唱會專輯 如果 如果有好消息再通知大家 對對對 先先把這個專輯 一副一副來 那如果排運穿溫是還不好 這個還好 還沒發生 沒發生 什麼時候有的夢幻婚禮 有沒有 我完全沒有 我真的沒有 嗯 完全沒有 而且以前拍戲也有穿過婚紗 所以 我不浪漫 嗯 對啊 我覺得別的事情比較浪漫 就例如過生日啊 或是過節慶 一些 日常的 氣氛 氣氛氛圍感 會會去吃吃飯慶祝 所以今年怎麼慶祝的 7月2日 今年去吃吃飯 去吃吃飯 去餐廳吃飯 慶祝 你們慶祝也很實 對啊 你沒點浪漫的成分在裡面 浪漫 還是情人節還有送你什麼 其實 情人節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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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對外路邊沒有對外路邊 送我什麼 他上次送我一個Apple Watch 就是因為我 我舊 怎麼了嗎 好實際啊 好實際啊 他 就是比方說 就比方說過生日或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 就是佈置那種氣球啊 什麼的 在餐廳裡面 請 請那邊的服務生幫忙 那他比你浪漫 嗯 因為他知道我喜歡 我喜歡過生日 過節日 所以他 他就是會努力的去 因為我從小我爸媽就是會幫我們過生日 然後要小朋友來家裡Party 然後 設計很多遊戲 做慶祝的 氣氛感很重這樣子 所以 慢慢的他就是 也覺得 好像就是可以過生日 沒有 慧玲姐的意思是說 所以老公比你浪漫 對吧 嗯 我覺得我比較浪漫啊 哈哈哈哈 舉例 舉例 你很實際耶 有什麼太特別的生日 對啊 非常浪漫 哦 以前有寫過一首歌給他 對 這個傑哥一定要 對不對 然後還有 就是做一些 哈哈哈哈 有啦 比方說把我們 那個就是一些很 是經驗性的那個照片 做成日曆啊 那種 比較那個 就是需要一些製作 什麼就150 就是就是 就是APP 你按就出去了 沒有 你要經過精心挑選 你的照片要 有意義的 要好好看 哈哈哈哈 不要影 哈哈哈 完蛋 我很擔心這次的稿 變怎麼樣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啦 彼此一起浪漫 一起浪漫 所以說你這樣延期 有把就是可能 拼斷的結婚 直接丟到 八川結婚嗎 倒是沒有耶 我們沒有特別在 我們的心情 彼此心情是 不透明的 就是 分開的 分 分開的 就是不會特別去 顧問你的 比方說這個工作 多少啊 或什麼 我們不太會去問 那你們兩個 你們有分擔佳金 比如說你一個月去問問 還是你們有共同照顧 沒有 也沒有 但是出去吃飯的時候 都會輪流 互相 互相請 他通常都是他付 但是有 我就覺得有時候讓他付 就很 然後想說 你說路邊攤你就付 而且他看電影 沒有我覺得 有時候請 喜歡的人吃飯 也是一種開心 對 所以如果 就是請他吃飯啊 或是大家一起開心的話 我也會很開心 對 那主要是 因為我 我很好養 所以 開銷應該不大 很多東西不吃 所以就還好 這不叫很好養嗎 這叫很難養 是嗎 這叫很難養 那不是要很難養 沒有我真的很多高級的東西不吃 比方說牛排不吃 那不就省了一筆嗎 生魚片不吃 日本料理省一筆 那你吃龍蝦啊 龍蝦我也不太吃 那你高檔的是吃什麼 高檔的吃 意大利餐啊 意大利麵 我喜歡吃意大利麵 這個哪有餵 對啊 松露呢 松露有時候味道可能就還 松露也不行耶 我是吃氣氛的啦 不是吃美食 你真的是吃法式 之類的 這麼一點點的 因為 因為我肉只吃豬跟雞跟白色的魚 其他的肉我是不敢吃 這很好解決 其實整個豬腳又可以幫你打 可以可以可以 那些路邊攤什麼的最喜歡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看到大家很開心 謝謝你們來 如果還願意中午發啊拜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任何喜事哈 任何喜事中午 今天太陽 有太陽的時候 對 沒問題 我不會再半夜投 今天有太陽的時候 有太陽的時候 哈哈哈哈 因為你的夢幻婚紗嗎 我的夢幻婚紗是什麼 因為你自己有沒有想要的夢 什麼暴如露背那一種 之類的 沒有 哈哈哈哈 平常也沒在穿那個啊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沒有 我可以回家查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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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把人先帶走囉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辛苦 外婆 外婆 上天堂 去年嗎 對對對 所以他還是最後有看到嗎 結婚 其實他就是在最後一刻 都還在說 就是 唉 就他在找他想要穿什麼去婚禮 這樣子 沒事他在上面也看得到 嗯 哈哈 帶你要辦 哈哈哈哈 再說 再說 謝謝 我有我有朋友 他還有拉回 他還有拉回 哈哈哈哈